大家好 欢迎关注学堂百科 最近 硅谷银行爆雷的事情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受此影响 美国银行股大跌 本周四 硅谷银行母公司SVB金融集团在股价暴跌60% 美国四大银行 摩根大通 花旗 富国银行和美国银行 在周四的交易中市值蒸发524亿美元 美股基准KBW银行指数暴跌8.1% 创下自2020年6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看到这儿 很多网友都担心 金融危机会再次席卷吗 毕竟 全球金融危机平均10年左右发生一次 而现在距离2008年已经过去了15年 很多人觉得时间点到了 至于金融危机会不会发生 我们不得而知 但从美国市场的实际表现来看 我们确实闻到了次带危机2.0的味道 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两个信息 美国旧金山房价下跌35% 过去几年在美国大放水的背景之下 美国很多城市的房价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 但自从2022年3月份 美国开启加息大步伐之后 市场流动性大幅减少 对应的很多资产都出现了明显的下跌 我们以旧金山为例 2023年1月份 旧金山的房价中位数环比下跌8% 同比下跌17% 跟2022年3月份时候的峰值相比 累积跌幅更是达到35% 看到这个房价跌幅 很多人可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房价起起伏伏很正常 但是大家要知道 旧金山这种房价表现是美国大幅放水 然后又大幅加息的背景之下 一种直观体现 而房价暴跌之后 很多人都有可能面临房贷断供 最终导致集体信贷违约的发生 在2020年美国大放水之后 美国楼市迎来了难得一见的 黄金周期 2022年 美国共出售564套房子 同比增长5.6% 2021年共出售612套房子 同比增长8.5% 这个增速也是创2026年 房地产泡沫峰值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房子成交量大幅上涨的背景之下 美国的房价也一度不断飙升 根据美国房产信息平台ZERO数据表示 2021年有146个美国城市 成为新的百万美元城市 创下了历史记录 2021年 新增的100万美元城市 比过去6年的总和还要多 2021年 跨越100万美元的门槛城市 数量几乎是2020年 拿到这些高价的城市数量的三倍 另外 根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发布数据 2021年 美国房价销售价格中位数 为34.69万美元 比2020年上涨16.9% 为1999年以来的最高记录 而2020年到2021年 美国房子成交量 房价之所以飙升 最主要的原因是 美国大放水之后 市场流动性更宽松 利率更低 所以很多人都纷纷加入楼市当中 但随着美国流动性不断收缩 未来美国经济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 如果经济放缓 甚至衰退 很多人就可能无力偿还 银行信贷到时就会出现大面积断供 据彭博报道 贷款服务机构 Monstrate判定 黑石集团有价值5.62亿美元的商业地产抵押贷款 支持证券发生违约 这批证券是2018年黑石集团收购的芬兰企业 Zbonda Oil拥有的一系列写字楼和商店为担保的 该证券化票据现已到期且尚未偿还 对黑石集团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黑石集团是美国规模最大的上市投资管理公司 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权公司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成为市场的一个风向标 对于这种金融巨头 它本身不缺钱 但却意外出现了违约 这可不是一个寻常信号 这说明目前黑石缺钱了 黑石集团尚是如此 对于很多美国中小企业来说 在流动性大幅减少的背景下 其处境同样不容乐观 对于2008年发生的次贷危机 相信大家都心有余悸 当时的次贷危机影响非常大 全球很多国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甚至有些国家陷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当中 由此可以看出次贷危机的威力 从目前美国的种种迹象来看 我们仿佛看到了次贷危机的阴影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发生的房价暴跌 以及金融巨头违约 都跟2008年左右的一些事件如出一辙 至于次贷危机2.0会不会到来 未来一两年会有答案 让我们拭目以待